第一位參賽者,麻煩你 開始吧 挺好聽 我覺得這個情感好像太外露 是嗎? 還是Nexa Nexa, sorry 第一位,麻煩你 這裡 那眉處處想,似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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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唉,對不起 哎呀,真是的 她連評語都沒有聽走 是呀,謝謝 又是你 我叮走你了,怎麼了 給一次機會來 我比賽獲獎的 你聽真點我把聲音先吧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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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威爾斯寧國嶺國際音樂節 16歲獨唱組冠軍 絕對是我們香港難得一見的豪聲音 Rachel 你剛才長的就是得獎歌曲 聽說你這次是第一次參加國際賽事 還是得問歌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賽事 但是我每一年都會參加校製音樂節 所以都有很多比賽和上台的經驗 再加上練習的話 這次也不是非常困難 也不是非常困難 但是這樣會不會為了這次大賽 你要練很久 例如一天能練到20個小時嗎 大概一天練一個小時 那麼少? 應該每天練25個小時才對 我就是 我自己就是 我比賽之前當然會練多一點 我平時每天都會練習 我每一次都會盡力地唱 所以就不是練多久 而是做到我的最好 我覺得那天還可以 但是我聽你唱的那些 跟廣東歌又很不同 其實你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唱這些 Classic Classic Classic的東西呢 這些歌的旋律 比現在的延台音樂優美一點 這個旋律吸引了你? 對,從小時候開始有接觸 Rachel的音樂成就可以更上一層樓 全靠這位白樂 她就是香港著名花腔女高音 梁靜儀 Jeffrey教學超過25年 她還是第一位 被維也納國際音樂研討會 邀請的華人教授 有比於以往的聲樂訓練 她發現年紀越輕 開始練習會有更大的進步 所以近十幾年 她都積極幫助年紀小的學生 發掘歌唱潛流 Rachel的音樂 Jeffrey,兩個老師 如何稱為女高音 女高音首先一定是女人 對呀,不是真的嗎 還有女聲之中唱到最高的 通常女高音都會唱到C6 就是中間以上兩個Octave 當然中間以下我們都會唱到 如果因為廣點可以去到三個八度 我聽說有些是去到四五個Octave 有的,不過是好看有 好少一點 那我剛才應該是六七個那些 那我又不是海田 我唱到這麼高 女高音都有分為很多種女高音 有花腔女高音 詩情女高音 戲劇女高音 而有些女高音 是任何一種樂曲都唱到 那它就是混合的女高音 想成為一個出色的女高音 是不是一定要像Rachel那樣 從小時候開始訓練才行 如果從小時候開始訓練 那我們有多點時間 可以唱到多點曲目 但是有些學生 都很大年紀才學 都一樣很出色的 大到… 那我的學生 就六十歲以上 和三歲以下都有的 那我可以唱幾句給你聽嗎 看看我可以嗎 因為我年紀都不小的 你又六十歲 看看有沒有錢 好啊,可以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醉 同走人世相隨 無畏根無據 好 你挺有天分 那我們可以開始練習了 好啊 要專心一點 不要掛著玩 誰啊?誰啊?誰啊? 誰啊? 不是我 再唱歌一個 好,到這個 不如今次Rachel自己試一試吧 好啊 做得好 好啊 那麼再唱高一點啦 你們要再唱高一點 好啊 Jeffrey真的沒有說謊 男生一樣可以練到英俊 就像這位八歲的學生Jordy 已經是校製比賽冠軍了 李先生 因為我聽說唱歌不能吃煎炸的肥膩 汽水也不能喝 你平時有沒有吃開這些 我平時真的不喜歡喝汽水 不過有時也會吃煎炸的 你怎麼分呢 你是不是每次都問媽媽 如果媽媽不在身邊 我嘴嘴就不會吃 如果在身邊就可以問 你會否自己記得 吃了東西之後 你的聲帶有分別 也會記得 會記得 這個很重要的 是 但你學唱歌你學了多久 我學了一年 一年嗎 那是你喜歡唱歌 還是媽媽叫你唱歌 其實我本身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唱歌 你現在很大嗎 沒事 為何不喜歡唱呢 因為我可以聽到觀眾的掌聲 還有我可以令人開心 如果沒有人 沒有觀眾 只是另一個 都會 因為我自己都可以享受過程 那你真的懂得想 對 你有沒有唱過Rap的那些 沒有 Jazz的那些呢 他可能不知道什麼叫Jazz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什麼叫Jazz 天啊天啊 沒見過皇美世界不下雨 未見過十八歲的姑娘 姑娘 姑家人 梨花經歷 向青春 梨花經歷 向青春 閨破 我愛你 我們殺我 不見 France 沒事 也很愛你 我愛你 你福氣